你看如果说我今天 如果说我今天 我们来去做那个 登革热的发生数 登革热的发生统计 各位应该知道 当我今天拿到这些资料 你看这里是不是只有一个数字 这边就只有一个数字 叫做确定病例数 就只有一个 所以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去观看以下 既然只有一个是数字 而且这个数字还蛮特殊 都是1 真的都是1 确定病例 通通都是1 好 那都是1的话 其实就一笔记录 所以我们可以去算什么呢 可以去算说 各个居住县市 登革热的发生数 然后各个乡镇 登革热发生数 可以去算什么 男生发生数 女生发生数 对不对 可以去看年名别发生数 反正算来算去就在算 这件事情 那你可以去看 蚊子喜欢钉 男生还是女生 你可以去看一下 那个 蚊子喜欢钉 那个宝宝 还是老人 可以了解吗 好 可以做这些分析而已了 也没有什么别的 那我们就先做第一个 各年统计 各年统计 那在这个地方是不是有登革热的一个通报日跟发病日 这两个是不同日期 假设我们以发病日来做计算的基础 所以怎么做呢 首先 首先我们来去看 因为通报日 它其实可以变成是一个连续的资料 所以我们可以用折线图呈现 但事实上 我觉得用直条图会比较容易直观 好 所以在这个地方选择群组直条图 然后勾选发病日 它会放在轴这边 然后以及什么 以及登革热的一个确定病例数 好 所以这件事情我们可以知道什么事情呢 这登革热 登革热 2002年 很高 2014年 2015年 对吧 那你甚至还可以滑鼠右肩 移到这个地方 移到这个地方来去分析 哪一个县市特别多 自动分析帮你算完 可以吗 好 我想这应该没问题 好 那重点 重点是 重点是我们通常看到这样子的资料 我们是不是会想要去了解 那各县市发生登革热的一个情形来去做分析 我们现在是不是要做资料分析 所以我们就会去做各县市 各县市登革热发生 发生这件事的分析 可是我们通常会用主要城市 例如说你去分析台北市没有意义 你去分析什么 新北市也没有意义 你要分析是主要城市 好 所以游标在这边空白地方点一下 然后接下来一样做群组直条图 然后去做各县市 各县市叫做什么 居住县市2 居住县市2 没问题哦 居住县市2的登革热确定定例数 然后 然后请你稍微注意一下 这边是不是第一个城市 第二个城市 那这两个是不是主要城市 可以了解哦 你现在 你现在看到 他两个已经占9乘5了 剩下都只是陪榜 你去分析这些陪榜是没有意义的 好 那我们就取前三名好了 前三名知道吗 好 所以我们把这个数值 把这个数值改成用 用百分比 将值显示为总计百分比 这个总计百分比排下去 总计百分比排序 所以排序依据总计百分比 好 那我们来看第三名 第三名大概是2.77% 这全部加起来包含第三名 可能只占5% 剩下全部登革热就是这两个县市的贡献 好了 那我们现在哦 现在就把这个 这个登革热这个确定病例数 大于2%的呈现出来 所以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找 这边只能设大于2% 这边就是0.02 0.02 inter 这边是不是三个 这边是不是三个 台北 这个第一个是高雄 高雄 所以我把X轴稍微放大一点来观看 好 你有没有发现到一件事情 就是 就是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哦 我们现在是不是要去做 主要城市登革热发生情形的一个分析 对不对 我最常用的 其实不是我 大家都是这样子来去做 可以哦 好 举例来说 那天我跟你们的那个 那个老师 就是我们在互相做捷运时候讨论 就是国民党 主要用词的词汇 好 民进党主要用词的词汇 他都分别建立词库 ontology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就去找 例如说联合报 看他的 看他词汇 会用什么比较多来去判断说 这个 这个报纸 他的政党倾向 对吧 其实 这样子的分析 他也是大数据分析 只是 只是他用的是一个主要词汇 可是现在我们用的都是什么 数字 你有没有发现 真的 我们 我这边举的都是 BI Power BI 他只是 发展在这边都是用 BI 好了 我现在要请你们观看哦 这个数字不是很重要 可是我们要去看 例如说 这是整体 整体的变化 现在我们点 2002年 2002年告诉我们什么事情 2002年是不是告诉我们说 高雄市 很高 对 我最好 我不晓得为什么 大家很喜欢看那个 资料标签 所以我还是把 资料标签呈现出来 所以资料标签 资料标签 而且把资料标签设大一 这个也把资料标签 这个资料标签呈现 然后接下来呢 接下来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 我们是不是会点一下 这个2002年 2002年告诉我们什么事情 大部分都是发生在高雄市 很少很少部分发生在台南跟屏东 可是这一年很特殊 台南市很低很低 对吧 他本来是第二名的 现在是不是很低 对不对 好 接下来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一年 2014年 高雄发生气暴 所以你看 那一年 高雄发生气暴 所以大部分都是高雄市 产生出来的 因为你要到处洒水 对不对 创造了一个蚊子 非常非常容易生存的一个环境 好 接下来我们再看2015年 2015年 看一下 看到什么 台南从第二名篡位 变成第一名 请问这个现象这么重要 重要耶 维基百科全部都是在写他的评论耶 听得懂吗 好 所以这样子的分析 没问题哦 我们能不能再做居住乡镇的分析 当然也是要做主要居住乡镇的分析 好了 所以在这个地方 怎么做居住乡镇的主要的分析 所以在这个地方 请把什么搬过来 请把居住 这边是不是有一个居住县市了 然后接下来请把这个居住县市 居住乡镇 搬到轴的下面 会不会搬到轴的下面 可以吗 记不记得连续请分析 这是可以做这件事的哦 可以做这件事的 然后接下来呢 这边只会看到高雄市跟台南市 好 我们看到什么 高雄市 61.17 然后台南市 38.83 然后这两个数值加起来 已经超过了 超过了什么 0.02 超过了1-0.02 对吧 所以屏东 台东县就被拿掉了 对 为什么没有屏东啊 屏东人比较 被蚊子咬到 没事 因为他这边是不是 有三个县市 主要三个县市嘛 可是居然不是 更南部 所以如果 更南部 不会发生事情 那如果万一 万一高雄市 变成疫区 那他们 就往哪里跑 屏东跑就好了 听得懂吗 因为说不定 说不定刚好 就是在那个 那个 纬度是非常适合 蚊子寄居的一个环境 或者是你 你用十架登录去看 这些人住几楼 如果说 如果说都没有住 十楼以上的 代表蚊子可能飞飞飞 飞到九楼 他就不再往上飞了 这也是一个 逃 就是避难的一个方法 好 我现在说的都是真的 我将来选总统政见 通通告诉你们了 不好笑 好了 我们现在来去观看一下 现在我要去进行 居住县市2 居住乡镇 居住乡镇的分析 请问我要点哪一个 我要点多向下探索 还是连续向下探索 我要点多向下探索 还是连续向下探索 我是不是要点连续向下探索 你们不想回家 我还想要回家 点他 他就把那个主要 主要的居住乡镇 列出来 请问第一名是谁 第一名这边呈现的是高雄市三民区 有看到吗 第二名是高雄市凤山区 第三名是高雄市前正区 好 请问你这样子用数量算出来的结果正确吗 我要告诉你这是不正确的算法 用数量 用数量来算的结果 那就只能自投罗网产生很大的错误 我举例来说好了 台北市 台北市结婚人数 跟花莲市结婚人数的比较有意义吗 完全没有意义 台北市的结婚人数一定会多于花莲市 为什么 人口比较多 所以我们是不是应该拿人口来去校正 有听懂 这个就要讲到国小的厨法 就是在教这件事 有听懂 好 我们现在算 我们现在看到的都是什么 都是拿登革热的确定定例数来去做计算 所产生出来的结果是这个 可是当我们今天拿那个登革热的发生率 发生率 我们要用人口数来校正 每十万人口数里面登革热的发生率 在这个县市是多少 我们应该这样子算出来 这才是正确的做法 今天讲不到了 只是我只是要告诉你 到时候不是高雄第一名 是台南第一名 因为台南的人口数 这个区的人口数 没有高雄多 所以他就有机会这样跑上去了 而且事实上 我们应该要用人口数来校正 对不对 那你要记住一件事 因为你现在大部分还是大学生 大学生我们是一个通才的培养 可是我们将来研究所 我们就会再去思考 这个人口数 有没有更精确的人口数 更正确的人口数 因为你知道住台北市的人 例如说台北市2600万 可是真正定居在台北市的 只有180万 那还有60万呢 听得懂我的意思吗 就是户籍落在台北市 人家可能到什么大陆去发展 到国外去发展 到别的县市发展 他投票可能会回去台北市 好 所以我们应该怎么算 我们可能到时候 如果你可以拿到更精确的数字 我们应该不是要用居住的 居住县市 而是真正 真正等于说是 有住在台北市 这才是 这才是一个比较正确的算法 好 不过不管怎么样 这个用数字算 数量算出来的不正确 所以我们会用人口数来校正 这个时候 我们才会用到内政部的人口统计 好 那内政部的人口统计怎么算 就要下一次再跟你们分享了 这个部分 是一定要经历的痛苦 因为真的 我们大数据分析 画图是一回事 可是我们一定会有一半 是要去教你这些韩式的使用 可以吗 这些韩式的使用 其实今天难度 大概会跟那个 e-sale 假设你会了 s-u-n 会了那个 if 你大概就会做出来 从left right 还有calculate 今天就交了五个韩式 五个韩式而已 也没有交很多了 好 我们还是要点点看 如果说拿数量来去看的话 你看哦 2014 2014年主要就是高雄这几个县市 对不对 高雄 像这边有看到吗 高雄的前镇 这是三明 然后凤山 还有前镇 以及林亚 2015年呢 2015年 你看哦 这个高雄就下降了 高雄三明区它就下降 可是这个是不是串生出来 这个是什么 台南是北区 这个呢 多出来的 台南是中西区 这都是台南啦 这样可以了解吗 台南是南区 台南是东区 台南是永康区 好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分析 这就是很标准的那个 就是我们在做大数据分析 一定要学会的 那你有没有发现 当我今天做完那个居住县市二 我是不是直接把居住县市二 居住乡镇 直接搬过去 它可以透过上下阶层 直接就帮你完成 这个在以色谣里面 你是不是算完居住县市二 你是不是要再算居住县市二 真的 以色谣是这样 可是在套边 大数据分析的技术里面 它是你只要算一个公式 它就可以直接套用了 所以这是还蛮不错的设计 好 然后你再透过联动分析 你就可以有上下阶层的 那个关系来去算这件事情 这样不是很棒吗 可以节省我们很多时间 然后我们可以很快的去发现问题 找到解决的方法 好了 我想我们可能今天 暂时在这边先告一个段落 问一下各位 有没有什么问题要想要询问的 都没有问题 好 不过没关系 反正我也不会那么快走 那如果你有问题 就尽快来前面提问 好吗 那我们今天 今天的内容大概预计 星期最晚星期天 我们就会放上去了 就欢迎你自己在抽空找时间 只要到YouTube搜寻我的姓名 然后再输入速度大数据 分析 然后再加一个 例如说 一二三次第一天 四五六应该就是第二天了 好 那你不用加什么零七零八 因为还没有八升 那就是下一次上课的内容 下次我们好像是星期三上课 对不对 好 下次上课是星期三 那我想我们就暂时 对 你们也可以加入我的line 我不是第一天上课的时候 我有给你们看我的line吗 就欢迎你们加入我的line 然后你到时候 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 你也可以询问 好 那我想我们今天就暂时介绍到这个地方 记得看完影片 觉得不错 要记得帮忙按个赞 知道吗 给我一个小小的鼓励 我们今天先上到这边 祝大家周六 应该说天天都平安健康快乐 好 今天上这边 谢谢大家